大家好,我是渔冬酒店 渔冬显的中菜行政总厨 我叫王永强 今天教大家煮水蛋 煎得滑一点 通常煎水蛋坊间有很多比例 通常有1-1 1-2-2 今次我们用1-1-5 鸡蛋一份就当然有 1.5-1.5 就是水 这样就煎了 煎了 煎的途中 可能会引起很多空气 就会在水蛋里面 会起泡 如果不是蒸出来的话就会像蜂巢 你可以用匙羹 撇下去也可以 或者切底一点 把隔隔 大家看到已经没有泡 我要用石纸 或者保鲜纸 包住它 甚至家里用大碟 盖着就可以 为什么要包住它 就是实际防止渡汗水 如果倒下去的时候 就会起汽孔 就会一粒粒 像豆皮一样 就不帅 我们要蒸10-12分钟 但是现在4-5分钟 就要先梳梳气 为什么要梳气 因为如果我们不梳气 它长期在高温下 它也很容易有气孔 又有豆皮 各位大家等 再4-5分钟 又可能再梳梳气 看看熟不熟